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再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今集就乘接上一集 姚輝首次見到斜艙隊長現真身 隊長就是Jagular 而Jagular的目標就是特空機4號 玩著文明自滅遊戲的Celebrus Law 當然不會放過Jagular 於是Jagular就變身成為合體魔王獸 上演了一場兩大合體怪獸的戰鬥 不過知道真相的姚輝就很迷惘 而Jagular就想搶特空機4號 目的就是想證明正義並非完全正確 事關他就說回以前為了正義 而斬了一棵大樹 但最後竟然被同伴指責 這裏說的是超人Obu的前轉故事 Obu Origin Saga 入面 Wase Kano有一棵生命之樹 為了不要被敵人搶到生命之樹 Jagular就選擇斬除了這棵樹 結果被超人蒂拿的飛鳥掙扎罵 所以Jagular對蒂拿比較不爽 這件事也一直僅僅於懷 不過經過上集戰鬥已經亮紅燈的超人Set 已經沒有時間和能量去戰鬥 結果就很輕易被5KingKO Jagular就乘機偷窄5King 正當Jagular搶走特空機的時候 Cerebro 就要脅他 要不就特空機 要不就姚輝條命 結果 兩大合體怪獸攬炒 一個就失去了變身器 一個就搶回貝利亞幣 然後被附身的長官去了找陽子 說出要用文明自滅遊戲去令人類自滅的目的 說完之後就上了陽子身 然後坐上特空機4號開始玩他的遊戲 他去了北海道等世界各地的怪獸收容所 去吸收怪獸的力量 正身處於車上的葉虎和姚輝 得知特空機暴走一事 姚輝打算變身去阻止 這一幕就是知道超人身份的場後 但沒有用上很多對白 反而單純地用一個眼神去交流 姚輝一個眼神 葉虎一下走眼眉 演技真是不得了 好有那種兄弟只需要一個眼神走夠的感覺 不過 好不幸 特空機4號就吸收了Little King 超人設說到 不幸中之大幸都叫做保護到隻蛋 而特空機4號就吸收太多怪獸 還加上其他怪獸的幣 於是就開始暴走和變樣 這一幕都幾恐怖 然後呢 超人設用盡三個形態都不夠打 最後用死君和D4對射還輸 這一幕就是致敬初代超人大結局 初代超人被積盾打敗 然後左飛又帶初代入紅色球體對話 超人設因為姚輝再變身 就會身體撐不住 所以打算分體 但是呢 超人設說到一半的時候就消失了 姚輝醒來就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倉庫裏面 Jagula 結花和葉虎就打算進行大反擊 今集就完了 以下就是解說時間 Destorotos 殲滅機獸Destorotos 就是由特空機四號Ultoroid Zero 吸收了不同的怪獸進去身體 再一口氣吸收Celeburo持有的怪獸幣 例如Viking和Buriabe的力量 所以實力可以說是超強 亦有少許噁心 事關你會見到 它吸收了過多的怪獸力量 繼而步走爆出怪獸的殘肢 監督田口青龍今次有意打造令和版的泰蘭多 基本上身體和頭部就是Ultoroid Zero 背上角和背棋就是Astro 身體就是Glenzend 空口位就是Majamba 右邊肩膀和尾部份就是Red King 至於左邊肩膀就是Satan Beetle 兩隻手就是火山怪鳥巴當 最後雙腳就是Takang 十足十一隻奇米拉合成獸 這隻Testorotos的名稱由來 是參考了心理學的一個用詞 就叫做Testorotos 英文我就不太懂得讀了 就是這個字 意思就是大概解作 希望死亡和破壞降臨 就跟玩文明自滅遊戲的Celeburo一樣 然後比較有趣的地方 除了合體素材 有海外超人作品的怪獸之外 每一隻怪獸 剛剛好就是全部都是超和的怪獸 初代超人的Red King 七星合的Takang 超人Jack的Astron 超人太郎的Badol 超人尼歐的Satan Beetle 超人80的Kurenzendo 超人G的Majamba 然後Testorotos的前身就是特空機4號 所以也是可以發射D4 而D4的源頭就是殺手超秀Badol 所以剛剛好就有齊了一群超和超人打過的怪獸 另外 順帶一提 以最終Boss去計算的話 再次在大結局裡打合體怪獸 已經是47年前超人Ace那時 超人Z的主題曲裡其實都預告一切了 最後擋在去路前方的敵人會是誰 是宣洩著正義之心 卻露出爪華的家夥 結果 防衛軍高舉正義的旗號 就製造出過大力量的特空機4號 就被Selibulot惡意利用了去消滅人類 所以真的有夠諷刺 歷代合體怪獸 超人作品裡有很多的合體怪獸 今次我就選了幾隻去跟大家介紹 首先就是超人作品裡第一隻的合體怪獸 就是登場於超人Ace的大結局 最強超獸 Jumbo King 又是由Yaburu的怨念 再加上之前被超人Ace打敗過的超獸 牛神超獸 Gaola 忍者超獸 Yunitangu 地獄超獸 マザリュウス 二次元忍 マザランジン 全部合體而成 第二隻 也是相當出名 就是登場於超人太郎第40集 打敗了左飛初代七星俠 Jack和Ace的暴君怪獸 泰蘭毒 頭部就是Jack的龍捲怪獸 Shi Golas 耳朵位就是七星俠的 Ikaru Su Seiji 身體就是Jack的Bemusta 雙手就是Ace的殺手怪獸 Balaba 背部位同樣也是Ace的 液汁超獸 Hanzagira 雙腳就是初代的 Red King 最後尾巴就是Ace的大蟹超獸 Kabutokani 接著介紹的另一隻 也是在太郎裏面 不過在電影超人物語 登場的Gurland King 由宇宙帝王Juda 把自己的力量 和怪獸的怨念合成出來 不過官方並沒有明確說出 合體怪獸的素材 從造型觀察 就會看到初代的Gomola 尾巴就是Jack的Chintere 雙手也是Jack的Santora 跟著左手的裝甲 有點像巴露坦星人的蟹鉗手 第四隻介紹的其實也是很有名的 登場與超人街的劇場版 可以分裂三隻怪獸的King of Mons 就是由紅色球體的力量 再影響一個小朋友的邪臉製造出來的怪獸 三隻怪獸圍攻Gaia 最後就由迪家和蒂娜出現解圍 第五隻並不是特色作品上出現 而是在超人街的劇場版後續小說裏登場 名字叫做Demon Ghiladesu Juyose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迪家和初代超人握手那集 當中有隻怪獸雙人Chalinja 四處去不同的平衡宇宙裡捉怪獸 例如迪家蒂娜世界 Gaia的世界 歷斯的世界 還有高斯的世界 分別捉了迪家的超古代怪獸Garula 蒂娜的蘇菲亞合成獸Neogeomos Gaia那邊捉了超空間波動怪獸 Sychomenzade 高斯方面 就是精神寄生獸Kaos自落 最後就是歷斯的Space Beast Nosferl 再跟小說的原創怪獸Kaiza Kiradesu Jiu Sanse 去合體 這隻Kaiza Kiradesu Jiu Sanse 全身是金色海鴿 左邊手是尖尖鐵球 右手是裝備有盾牌的長劍 詳細的故事 看看遲些有沒有機會跟大家說一下 今集又有超合體怪獸Five King 和合體魔王獸Zepando 再加上殲滅機甲獸Desutortos 真是合體怪獸的大集合 不知道大家又喜歡哪隻合體怪獸呢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按LIKE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得到